有感于近年疫情关系 降低民众的捐血意愿 让捐锅鞋库整潮拉紧报 这让大学1NBA校友会 英文和慈问师子会合作 从9月21号开始 两三天举办捐血活动 并准备了包含超商礼券 保温杯 猝食店汉堡兑换券等赠品 期盼在开学期间 吸引学校师生共同来晚袖捐助热血 最近也是开学期间 那也让年轻的学子 大家共同来一起参与 连续三天从21号到 23号对 那共同就三天 然后持续就九点到下午四点 那这一次我们也 提供很多的赠品 包括我们全家的 那个礼券 还有一些蛋糕餐点 还有加码的一些 像温水瓶 还有雨伞 这一类型给我们 共同来参与 捐血的一些血脂 其实伤大大的缺血二字 凸显了血库存量不值的问题 然而抢救伤患从来都是不等人的 因此中庄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以及协办的词文师子会都呼吁师生们 一起来响应捐血 帮助缓解血荒问题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想很多人都不太方便群聚 但是缺血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号召全中庄大学的同学跟校友 在疫情期间能够多帮忙 能够让大家的血不要缺少 谢谢 像我们师子会一年办下来都一千多场的追血 当然这时候血荒我们更需要做一些这样的爱心 尤其我们的师兄可以让他体会一下 做社福的一个感觉 当然能够发挥爱心是最棒的 所以我们一直会一直在做服务这一块 那今天很谢谢我们中庄大学一年BA 来主办这一次捐血活动 那我们当然很乐意来做协办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代数可以增加 谢谢各位 中庄大学一年BA校友会理事长 也分享自己过地捐血的经验 希望鼓励大家对捐血不要恐慌 甚至养成习惯 帮助社会也救人一命 其实捐血我已经捐血好几年 当然就是疫情这段时间没有捐 这一次是解封之后第一次捐 那我觉得捐血是一个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那也让血正常的一些新陈代谢 其实民众也不用去 大家去担心 而且现在的我们的一些 我们护理人员坐在旁边 也可以很好地把我们这些 那个注意我们的一些安全 对 我们今天刚好下课的时候 出来看到捐血车 就想说过来捐捐看 因为我们都没有捐过血 想说做点善事 捐血车将从9月21号今天开始 连三天停放在中央大学指席管签 早上9点到下午4点都可以捐 每天的前100名捐血者还加赠行动练员 中央大学EMBA校友会期盼 全校师生能够前来共享胜举 不仅可以带食用好礼回家 也为解决台湾血荒问题尽本心力 记得里面听后面报道